大家好 欢迎回到宏观进学的课堂 在今天的课里边 我向大家介绍汇率制度 以及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考虑 汇率制度简单的说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固定汇率制度 比如在香港港元的汇率是盯住美元的 再比如在欧元区各个国家使用同一个货币 形成了实质上的固定汇率制度 第二大类是浮动的汇率制度 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 尤其是央行并不去干预本国的货币的汇率 例子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等 第三种大类是所谓中间类型的汇率制度 也就是并不完全固定 但是也没有完全放开市场浮动的汇率安排 这就包括了中国的人民币 新加坡的新加坡元等等 具体到中国 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管理不动的汇率制度 在每一天里边 中国人民银行会公布外汇交易的中间价 在一天内对美元汇率的交易区间是最大正负3个百分点的波动 目前在设定人民币的中间价时 公式大概是中间价等于前一天的对美元收盘汇率 加上一揽着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情况 再加上密周期调节因子 在这里边 前一天的收盘汇率主要体现的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市场的供需情况 一揽着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主要体现的是整体上各国家汇率对美元的走势 第三个因素也就是密周期的调节因子 主要是过滤掉市场情绪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影响 在开放经济体中 一个国家有三个主要的政策目标可选 第一是稳定或者固定汇率 这样的安排有利于这个国家和别的国家进行贸易和资本的往来 第二个目标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 理论上资本自由流动可以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和经济运行的效率 第三个目标是保持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自主 也就是一个国家能够自主的使用货币政策来管理GDP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率 国际经济学中的三元悖论理论认为在这三大目标中 一个国家最多只能选两个目标 也就是必然要放弃至少一个目标 不可能三者兼得 那么我们具体讲讲三种典型的选择 我们的理论主要基于在上一次课讲到的利率评价的理论 在利率评价理论中 一个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国投资获得回报 他也可以在别的国家进行投资 在别的国家进行投资的回报 等于在外国得到的利率再加上预期的汇率变化率 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 这两种投资的回报是相等的 那么第一种政策选择是固定汇率 再加上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 以香港为例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何应用利率评价来分析 由于香港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因此利率评价是成立的 也就是在香港投资的回报 必须等于在美国投资的利率 加上预期的港元对美元的汇率变化率 如果香港货币当局选择了固定汇率 而且这一承诺是可信的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 预期中的汇率变化率必然是零 因此等式中的右边第二项化为了零 因此利率评价等式就简化为香港的利率等于美国的利率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美国的美联储抬高了利率 那么香港的利率必然需要进行相应的提升 来保持利率评价的成立 这就意味着香港失去了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掌握 第二种选择是资本自由流动 加上货币政策自主 采取这一政策的国家 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等 那么这里我们以加拿大为例 同样使用利率评价的理论 进行分析 根据这一利率评价理论 加拿大的利率必须等于美国的利率 加上预期中加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化率 我们可以把这式子转化一下 写成加拿大的利率减去美国的利率 等于预期中的汇率变化率 由于加拿大选择了保持货币政策的自主 因此加拿大的利率往往会和美国的利率存在差别 如果加拿大的利率高于美国的利率 那么在预期中加元就会升值 反过来如果加拿大利率低于美国的利率 那么预期中加元就应该出现贬值的情况 因此由于利差两国利率差的存在 我们预期到加元的汇率必然会出现波动 因此加拿大必须要接受加元的汇率无法固定 第三种选择是采取固定汇率加上自主的货币政策 我们以2005年汇率改革之前的中国作为例子 在2005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完全固定的 因此预期中的汇率变化率是零 同时因为中国保持了货币政策的自主 因此中美之间的利差通常不是零 比如说中国的利率高于美国的时候 那么利率评价就必然被打破了 这个时候资本就有从外国向中国流动的强大的动力 所以中国必然要采取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来维持固定汇率加上货币政策自主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前面对货币政策的讨论 在介绍现代货币政策的时候 我们谈到了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认为在通货膨胀加速或者是GDP增长过热的时候 央行有需要通过加息来让经济冷却 但是在加入了国际经济交往的考虑之后 我们意识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层面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央行在国内的自主性 在刚才介绍三元悲论的理论的时候 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固定汇率加上资本自由流动的组合 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不能够在其内部使用泰勒规则来调节经济 在失去了国内货币政策自主的情况之下 国内的经济调节主要要依靠财政政策来进行 最后我们从总体上来考虑一下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从内部来看GDP的增速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会促使政府采取刺激经济 或者为经济降温的政策 具体的实施可能包括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用 然而这些政策的选择又和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交往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和投资很重要 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选择固定的汇率 同时牺牲掉货币政策在国内进行使用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 主要依靠财政政策来进行调节 而财政政策的使用又要考虑到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 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市值很高 没有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 那么这个国家主要只能依靠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很难再去坚持对汇率目标的控制 所以从我们这门课的学习中 我们可以看到影响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政策制定 是有很多的因素 我们要理解到决策者他所面临的限制 同时宏观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政府有哪些可行的选择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向 以及可能的政策的方向 好的到这里 我已经把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知识点向大家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介绍 我希望大家通过学习获得了对自己有用的知识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